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天到了 伴随而来的不仅是凛冽的北风和陡峭的寒意 还有大多数人都爱的美食 火锅 如果在寒冷的冬夜 遇上几个亲朋好友围炉而坐 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 简直是幸福感爆棚一件事 小夕是个美食达人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火锅控 因此每年冬天都是小夕最爱的季节 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但他最爱的却是麻辣鲜香的重庆火锅 毛肚 黄猴 鸭肠 蒸花 这些都是重庆火锅的特色菜 也是小夕每次吃火锅时的必点菜 我这人吧 平时就特别喜欢吃毛肚 无论是吃火锅还是吃冒菜的时候 都一定会点毛肚的 平时嘴馋的时候呢 也会自己单独去吃个爆肚什么的 但是关于毛肚有一件事我就一直弄不明白 就是这个毛肚有白色的还有黑色的 那到底毛肚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 毛肚又叫百叶 是牛的半味的俗称 过去毛肚并不是大众消费的食物 虽然北方也有爆肚这样的著名小吃 但总体上消费量并不大 直到重庆兴起涮毛肚 这才让他家喻户晓 在重庆火锅店 毛肚的点击率超过90% 据说 随着火锅的普及 仅2002年一年 中国人就吃掉30万吨毛肚 著名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脸》 对于毛肚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毛肚取自牛的第三只胃 重庆人只选用叶半部分 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 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 口味浓重 短暂汆烫后 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 加上牙齿发烈后的爽脆 让人上眼 确实像小夕说的那样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毛肚颜色 可不止一种 有百叶状的 有片状的 有黑色的 黄色的 白色的 它们的差别在哪呢 小夕决定叫个汁 上网去查查 后来我回家上网一查 我的天哪 说法真多 有的说是因为牛的不同部位 造成了毛肚颜色不同 有的说是因为牛吃了不同的东西造成的 比如说吃饲料长大的牛 毛肚就是白色的 而吃粮食长大的牛 毛肚就是黑色的 还有的说 毛肚本来就应该是黑色的 是因为商家用了双氧水和活碱 烧成了白色的 更有甚者说 居然是用甲醛溶液 也就是弗尔马林给泡白的 这就太可怕了 网上的解释可真是五花八门 说什么的都有 小夕也是越看越凌乱 那新鲜的毛肚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她决定带着自己买的两种毛肚 去找专家去咨询一下 张玉平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博士 长期从事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毛肚是以牛的新鲜味为原料 经整理清洗加烘后制成的 新鲜的毛肚应该是颜色比较深的 并且是致命有弹性的 然后闻起来也应该是没有异味 没有腐臭味 没有刺激性气味的 然后肉眼也不要有异物 这样就是正常的新鲜毛肚 专家告诉我们 为了保证毛肚的储存和运输 鲜毛肚可以通过烹煮和盐漬的方式 去掉部分水分就制成了干毛肚 在食用的时候 再对干毛肚进行泡发 这是正常的制作工艺 市面上可受的那些毛肚 大多都是这么来的 那小夕就不明白了 同样是干毛肚泡发 为什么会有不同颜色的毛肚呢 难道是泡发的时间不一样吗 因为毛肚呢 它一般都会有一层黑色的膜 那它就是会显得比较脏 那我们就会要把它去掉 你在去掉的过程中 可能会选用不同的湿剂 不同的溶剂 不同的处理器 然后你的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处理之后呢 它颜色也是会有不同的 但是如果太白的话 就有可能是用甲醛来泡出来的 这个是清水 这个是2%的清氧化钠溶液 也就是活碱溶液 这个是福尔玛林 就是那个40%的甲醛溶液 这个是30%的双水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这个清氧化钠溶液的碱面有多强 好 这个现在已经出来了 这都12点多了 这还是应该是挺强性的碱 对对对 最强的碱应该是到14吧 我们将同等分量的毛堵 分别放入四个烧杯中 静止一会儿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小心你看 这个收藏水泡过的已经明显白了 哦真的吗 这个甲醛泡的也有点白了 对 这两个还好 好像变化不说特别像 对对对 那在杯子里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就把它捞到纸上看好吧 实验结果证明 虽然浸泡时间不长 但双氧水和福尔玛林 已经起了明显的变化 看来 这两种化学设计威力确实不小 看着变白的毛堵 小夕心里开始打鼓 难道自己这次买的白色毛堵 也会是福尔玛林泡过的吗 诶张老师您看 那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感觉已经很像 我买的这个颜色了 对对对 那我好担心 我买的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个怎么办 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待会我们就请那个 我们中心的小光老师 来给我们检测一下 里边是不是有甲醛 哦好好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毛肚里面 有没有甲醛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剪碎的 10克毛肚样品 然后呢 我们量取20毫升的蒸蒸水 加入到我们刚刚剪碎的毛肚样品中 然后盖上盖子 为什么要摇它呢 因为呢甲醛是溶于水的 然后我们这样摇晃 可以让样品充分地和水接触 然后使这个甲醛溶于水 也就是说它如果有甲醛的话 就会让它里面甲醛溶到那个水里去 对对对 然后我们来将它静置10分钟 计时 那现在10分钟的静置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呢就开始进行检测了 我们吸取1毫升的上青液 加入到这个小的离心管里边 然后用我们的甲醛检测试剂 递加2滴 盖上盖子 摇晃 摇晃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溶液变成了这个浅橙色 我们这个判断标准呢 就是溶液变成浅橙色之后 就是说明被剪出了甲醛 这个甲醛是不允许被剪出的 这个还挺快的 就摇这么两下 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真是触目惊心 原以为正常的毛肚 竟然也是福尔玛林浸泡过的 张博士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毛肚是使用的 那刚才那几种不同的化学制剂 究竟哪个才是毛肚的正确打开方式呢 如果是用福尔玛林泡过的毛肚呢 它一般会比较发白 然后会体积比较大 然后呢也会是比较容易碎 然后比较是比较烂的 它是没有那种弹性的 然后在组织的过程中 也是比较容易老 没有那种筋道感的 然后气味上呢 也会有一种明显的刺激性气味 大家其实完全不必排斥 这种碱水泡发的毛肚 因为这个话就是 毛肚的这个正常的加工工艺 然后必须采用是食品级的碳酸清纳 碳酸纳或者是氢氧化纳 买回去的毛肚 大家一定要多用清水清洗 然后浸泡至少半个小时之后 才可烹饪食用 不过专家也告诉我们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以及使用正规火锅店的毛肚 大多是没有问题的 不建议消费者到一些街边小店 去购买或食用这些 保存期短的生鲜食品 如今很多人希望寻得安全又滋补身体的方法 吃的喝的练的 只要对身体好 追捧的就大有人在 其中食补作为最自然科学的方法 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海参被认为是滋补的加品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 并悄悄进入了我们的饮食中 传说当年秦始皇 被求长生不老药寻遍天下 而当他接过装有长生不老药密合的时候 却发现长生不老药竟然是海参 海参不仅是珍贵的食品 也是名贵的药材 据《本草纲物十一》中记载 海参为肝咸补肾 易精髓涉小便 其性温补足敌人参 故名海参 全世界的海参有一千多种 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二十多种 在这二十多种当中 刺身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疗神 有四排刺啊 六排刺这种海参是最为名贵的 人们除了把它作为补品外 日常的饮食中也会食用它 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目前海参主要有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 两大类 海参养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底波 就是育好苗了以后 把海参放到海域当中 去让它自然的生长 第二个呢 是纯野生的海参 自行繁殖的 第三呢 是虾圈的 圈养的海参 这三种 同时 由于海参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 所以捕捞海参也是一件大工程 海参的捕捞人员要全副武装 带上氧气罩 前到海底进行捕捞 而且因为氧气罐的存储量有限 所以捕捞员要注意 潜水时间 及时上岸更换氧气罐 另外 因为海水的压强大 长期在海下捕捞 对捕捞员的身体 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除了捕捞的困难之外 海参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易保存 您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只新鲜海参 在常温下放置三个小时后的状态 海参正在一点点的自容 海参有它独特的特点 就是它的自容 就是当它受到外界的物理的 化学的等一系列的外界刺激以后 它能够通过自身的酶 将自身体系完全的降解 这就是它的海参的自容的现象 正因为海参有自容的特性 所以对新鲜海参的保存造成了困难 怎么来解决它的自容呢 那么就是把它捕捞完以后 迅速地把肠子给它去掉 去掉以后呢 通过加温的手段 让它煤失活 那么这样呢 才能抑制和防止海参的自容 由于海参的附加值高 所以海参的养殖面积暴增 几乎遍布了我国的沿海地区 海参长期生长在一个 高压低温缺氧高盐的海洋环境下 如此特殊的生活环境 使得它有许多的活性物质和营养成分 它也因此成了百姓口中的食补佳品 因为我身体比较寒 吃这个海参的话 肯定是对身体有一些帮助 提高免疫力 他们讲 然后说吃的好处挺多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 卖新鲜海参 给它自己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再经过高压再食用 那是最好的了 或者是直接买鲜食海参 那么海参真的具有人们所说的神奇功效吗 住在渤海边的王叔叔 对海参有自己的认识 他告诉记者 从小就吃海参 那时候海参不值钱 数量也多 而且大人们常说 海参可以补身体 久而久之 他也坚信了这个说法 我去年的时候手术 那我吃了孩子以后 可是对我增强这个体能 抵抗力弱的 身体比较差的 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 还有一些老年人 都坚持天天吃海参 这是没有问题的 越是在海边长大的人 对海产品的烹饪越是原汁原味 王叔叔在家做海参非常简单 将买回来的新鲜海参 直接用清水煮熟 大概五六分钟后 将煮熟的海参捞出 再用葱 姜 糖等材料熬成汁 浇在海参上就可以了 海参是动物食品当中 唯一不含胆固醇的 这是海参大家最喜爱的一点 包括王叔叔在内的岛上居民 都认为海参有很好的滋补效果 所以吃海参成了岛上居民的 一个生活习惯 特别是到了海参大规模上市的时候 每天吃两到三个海参是常事 可这种吃法也给王叔叔带来过麻烦 虽然流了鼻血 王叔叔认为这说明海参确实有大补的效果 只是吃多了而已 那么海参到底有没有营养 它对人体是不是真的有大补的作用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记者在市面上挑选了海参制品 来到了中国研究海洋产品最权威的 大连工业大学的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找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 朱贝威院士一直从事海洋食品科学 与加工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海洋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以及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2005年 朱贝威院士通过多年的研究公关 解决了海参自容保存的难题 并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 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 朱贝威院士决定把我们带来的海参制品 做一个营养检测对比试验 经过一系列的检测后 结果出来了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海参制品中水分的含量大概在77.1% 蛋白质含量16.5% 碳水化合物0.9% 维生素3.14% 而干海参中除了水分含量低以外 其他成分都差不多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那么胶原蛋白能够促进细胞机体的修复 和机体的修复和机体细胞的再生 这是它的主要的功效 那么再就是海参的年多糖 海参年多糖呢 它能够很好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抗疲劳的功效 还有抗凝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 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年多糖 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 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食用海参来提高身体机能 海参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养 那为什么王叔叔吃了会流鼻血呢 海参尽管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食品 但是呢还是在食用的时候建议 适合于体弱的人 术后的人 或者是根据季节来进行进补 那么有个话说冬季进补 那么冬季呢 这个时候来吃它人就不容易上火 海参好吃 但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制作成了困扰很多人的一大难题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海参很难入味 吃起来没有味道 口感不好 这里我们就教大家一种 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海参制作方法 葱爆海参 首先准备海参葱段等食材 第二步将海参过水两分钟左右 第三步用猪油将葱段烧至金黄色盛出 第四步 在锅中加入少许老抽 生抽 白糖 味精和水 将过水的海参和葱段放入锅中微两分钟 最后起锅 撒上香油和葱花 这道葱爆海参就制作完毕了 虽然海参的好处很多 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 不能过度地将它神奇化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 一定要遵循食物种类多样化的原则 均衡搭配 可学合理的膳食 这样才会更加健康长寿 年关将至 天气也冷出了新高度 大街上的人都是厚厚的棉衣棉鞋 最近记者发现 很多一个小东西 反复地在手里摆弄着 貌似很保暖的样子 记者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叫暖手保 由于好奇心太重 记者决定买一个回来试一试 看完说明书 记者迫不及待地准备试一下 记者轻轻翻曲袋内的金属片 只见袋内的液体 迅速地结成冰状的固体 并开始发热 暖手保的温度 大概在50度左右 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温度才慢慢地退去 这个神奇的现象 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一个小铁片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液体在常温下 是怎么迅速结冰的呢 接下来 三里屯一中的同学 用实验来解释 这一神奇的现象 你知道在北京的冬天 有点最伤心的 就是没有漂亮的冰啊 雪啊什么的 我可以请你看明雪啊 现在不过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你要把这个微博配合 好吧 好了 等一下 我可以带你 反正的测试 好 好 现在呢 我就可以带你 马上就可以看到冰了 现在你要用这个玻璃棒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你梦梦以求的冰了 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吗 我真的太神奇了 我拔不出来 是不是真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还在放热呢 真的结成冰了呢 是 你摸摸卑鄙 这个反应为什么会放热呢 其实啊 刚才我让你配置的是过度的一寸 其实啊 刚才我让你配置的是过 其实啊 其实啊 刚才我让你配置的是过饱和的 其实 这种容液呢 虽然是饱和的 但依然不洗出晶体 只有到外界一定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它才会快速洗晶 由于它快速的结晶就产现了像冰雪一样的效果 而在结晶的过程中 它也大漂亮放出热量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 叫热冰实验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在黑暗情况下的热冰实验吧 其实我们想要了解暖手宝的原理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过饱和溶液 在某温度下 溶质在溶剂中的可溶性是不变的 当溶液的浓度和其可溶性相等时 这种溶液便称之为饱和液 暖手袋里的液体就是过饱和溶液错酸钠 由于过饱和的浓度太高 所以并不稳定 当扭曲金属的时候 所产生的轻微震动 便足以使溶液结晶 变成较稳定的固体 这个过程是放热的 所以暖手袋开始暖起来 很多人有疑问说 难道暖手袋是一次性的吗 其实 只要把暖手袋放入废水中加热约十分钟 凝结了的溶质便会再次溶解 这是由于在高温下 溶质的可溶性增加 在溶解的过程中 溶质进行吸热反应 再次成为饱和溶液 想不到生活中小小的暖手袋 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吧 其实 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您会发现 生活中到处都是奇妙的科学现象 与播剧场上